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从2020年开始的新冠肺炎疫情 是全球医疗照护和生计产业 一股非常重要的驱动力 在这个背景下 投资人对于并购的前景是很有信心的 我们看到在2022年初 交易是持续蓬勃成长 不过也就在同一年 看到了乌俄战争的爆发 随即而来的升息还有通膨 让全世界的供应链和总体经济 都碰到了相当大的考验 我们看到根据KPMG2023年 全球医疗照护和生计投资前景的调查 当中透露了相当多 关于医疗照护产业的投资的一些机会和挑战 针对这个主题 让我们欢迎三位专家和我们分享 首先欢迎KPMG安侯建业 健康照护与生计产业服务团队的 主持会计师郭欣怡 Sinney 哈喽 Sinney你好 大家好 我是Sinney 第二位来宾是团队主持人苏家瑞 Jerry 苏医师 哈喽 Jerry你好 大家好 我是Jerry 第三位来宾是科技媒体 与电信产业的主持人 李威生 Carson 哈喽 Carson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是 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Sinney 在这份2023年的全球医疗照护和生计投资前景的调查 我们看到有几个关键字 其实也是今年全球科技业 甚至是投资人和一般民众都非常广泛使用的 首先就是机器学习 然后还有一个是AI 还有语音辨识 其实有很多的应用都已经应用到这三个范围了 那这三个范围呢 也是投资人看好的领域 所以在智慧医疗这一块呢 我们可能要如何看待它 这些关键字对全球智慧医疗产业带来的一些影响呢 根据我们KPNG2023年 全球医疗照护和生计投资前景的这个调查报告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其实有一个三大方面的这些趋势的发展 那第一个呢 它就是在强调这个并购交易增加 包括像微软以197亿的美金 来收购AI语音技术公司 那第二个呢 它是在讲说 这个电子大厂啊 现在跟医疗机构的合作也更加的密切了 所以我们也看到华硕跟新竹台大分院 有共同创造了这个AI医疗语音记录相关的系统 那在第三个呢 它就在强调说 台湾我们可以以ICT的优势 来发展智慧医疗的这一块 我们希望说可以借由远距医疗虚拟看诊 我们可以来突破医疗场域的限制 然后可以扩及到边乡 还有这个弱势团体 还有弱势地区 让这个医疗可以更精准化 评价化 还有普及化 是 刚才斯汀你提到的评价化 普及化 然后能够更省时 通常也能够节省医疗产业当中碰到的这个很多很多关于人力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卡尔森 科技这一块 当然对很多产业都带来相当巨大的一个冲击 但是对医疗产业它有怎样的应用跟创新吗 我觉得在科技这一块 其实应用的不是现在 其实在疫情前 一直都在谈 不管是有AI智慧学习等等 但是在疫情的时候 让这件事情 大家体会到它的严重性 因为不方便 对更加迫切了 没错 而且最主要又缺工 那即使你现在过了pandemic 那现在因为毕竟医疗照护产业是一个比较辛苦的行业 而且有太多你需要靠人工去执行的工作 所以还是缺工 很多人可能裹足不全 所以在科技上的应用 就会往怎么样去降低这个所谓的行政流程 这些process 让这个所谓的资讯的流通能够更快速 我想这是第一个经常会谈的 例如说我们谈这个语音辨识好了 这个就可以让像我们这个整个 病例或行政程序的汇总 可以降低大概我想统计上 可能会有三成左右的effort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技术 节省三成的人力是吗 对没有错 那当然也包含 其实这个人力也包含时间 毕竟很多东西用语音辨识 你够精密 那一定降低人力的使用 一定也更加快速看是正确 那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一个变化 那其他的部分 当然AI跟机器学习 这个已经是 已经不是新的东西了 只是越发的精准的时候 可以协助我想医生们去做 判读的工作 例如说像台湾像加斯塔集团 他的集团下面的子公司 就谈了 他们就发展了一套 就是AI的牙科系统 那过往你可能 你造了X光片要去判读他 到底你是缺几颗牙 你是有智齿等等 这些东西可能需要人去看 可是你随着data 随着这个机器学习 那可以帮助医生在比较短的时间内 去判读整个牙齿的状况 那这个也是我想 AI或者是机器学习方面的应用 就蛮多的 那其他的地方 国外的案例就也蛮多的 像这个比如说Apple Watch 好了整个科技反映在穿戴装置 慢慢把穿戴装置能够变成衣材 能够协助这个去反映一些及时的状况 例如说这个Apple Watch上面就反映了 不管像是帕金生症 或者说是这个心事战斗等等的东西 这个也经过美国FDA的核准 所以你会发现整个科技上面 不只是说利用这个AI机器学习 这个语音判读 他也到device上面去去协助侦测 能够及时的甚至更早的发现一些征兆 这也有助于及早的发现 及早的预防 甚至帮助医生去判读 我想这都是目前的可以看到的一些医疗的趋势 是确实 这种智慧手表可能是现在全世界最普及的一种智慧的医材 同时我也想进一步的请教一下 在我们前面引述的这份报告当中 也有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说医疗照护产业 它的财务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 所以开始有一些大企业 跟医疗照护相关的组织跟企业 寻求一些并购的潜在的机会 我想请教 在这个智慧医疗产业高速发展的同时 如果又有财务压力在旁边这个考量的话 通常我们在发展上面会看到哪些重点趋势呢 在我们这个调查报告里面有指出 我们之后的发展趋势都会朝向高龄照护 还有预防医疗 还有智慧健康 这三大项目来发展 尤其是在行政方面 我们也希望说可以藉由这个科技的整合来帮助我们这个医疗流程可以更快速 而且可以更有效率 那在医疗诊断上面呢 也可以让医生藉由这些科技的进步来做更精准的判断 那在临床实验上面也是希望说有这些科技的辅助 那我们可以有更精准的结果 那我们就可以运用智慧科技来减少一些重复性的工作 让这些医护人员可以有时间去投入研发 然后创造一些新的产品 整合这个医疗的品质 所以在高龄照护 还有预防医疗 还有智慧健康 这三个项目上面 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比较新的发展趋势 好那接下来呢 我想要请教一下苏医师 台湾现在当前的法规 具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 可以让智慧医疗产业能够进一步的投资 而且更加兴旺呢 的确最近这几年 其实台湾的法规 其实有做了一个蛮大的一个这个修正 这边的时候我大概分做两方面 第一方面是从产业促进方面来看 第二方面是从合理的监管来看 那产业促进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知道 其实去年有通过 并且施行了生机医药产业发展条例 而生机医药产业发展条例 就有把精准医疗 以及我们刚刚所说的一个数位医疗 纳禁适用的一个范围 而且提供了许多的租税优惠 例如说设备抵减啊 投资抵减 那甚至 例如设备抵减 个人的投资抵减 以及技术入股 及员工讲酬的一些相关的优惠 那这样的时候其实就能够对于我们的这个生技或者是所谓Meditec的一个公司提供很多在发展上的一个注意 第二个就是所谓合理的监管 我们知道 卫福部有通过医疗机构电子病例制作及管理办法 在这里的时候 我们就允许电子病例能够做三个主要的转变 也就是云端化 规格化 以及资安化 这样的时候就能够让我们的电子病例 能够安全的为产业所利用 那第二个是所谓的一个通讯诊查治疗办法 过去因为台湾地小人愁 也就是对于说远距医疗的时候有蛮多的限制 预计在明年会正式修正通过的通讯诊查治疗办法 就会扩大许多的应用 包含长期照护 慢性疾病 国际医疗等各方面 这样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让我们 无论穿戴式装置 远距医疗 都能够有实际上落地的机会 是 那我们在走过了几年的疫情之后 其实全球生技产业的重要性 跟它的潜在的发展的商机 都已经被大家所认定而且认可了 所以这也是一个前景相当可观的一个产业 在做大的这个路上 其实一定会需要资本市场一定程度的协助 所以有一些厂商可能会寻求IPO上市 或者是与现在已经有的一些大企业做并购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希望能够用解决方案去打造一个智慧医疗的场域 所以我想请教Cine 现在全球的法规制度来看待的话 台湾智慧医疗产业 它图为发展的一些方向 您看法是什么呢 其实全球生技产业的需求 一直持续在攀升 那尤其是刚刚Peter有说 从疫情以来 我们这个生技跟医疗 对于这个民众的需求是越来越高 所以未来三年 不管是在美国 欧盟 日本或者是大陆等等的国家 每个人的这个医疗支出 也都持续的上升 那最大的动能就像刚刚所提到的 有高龄照护 预防医疗 还有智慧健康等需求 那所以我们就在想说 在未来台湾智慧医疗的发展上面 一定有三个要突破的方向 第一个 我们台湾的市场比较小 所以一定要锁定全球的国际市场 就是这些企业一定要透过全球的布局 储备相关的不管是研发制造 或者是法规行销等人才 才可以掌握产品的市场定位 那譬如说 这个减商分流的产品 就适合在病人比较多 医师人力不足的地方 那整段的辅助跟预后的预测产品 就可以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有它的发展的必要性 那第二个呢 则是要加速医疗资讯的系统更新 那我们希望说可以由政府来协助医疗院所的 这个云端病例系统的数位化 还有资讯交换标准化 那第三个 我们则是希望健保新药给付 可以透过各方的建言 来建构一个健保沙盒 给这些新创产品机会 那所谓的健保沙盒 我们就是指说健保总额预算外的话 我们可以另外编制预算 针对已经获得卫福部通过的这些创新产品 尤其是在这个智慧医疗跟精准医疗的部分 我们可以透过健保平台的试用 那成本效益的分析等等 如果证明有效的话 就可以纳入健保给付 让这个健保可以变成研发时间长 而且资金压力大的这些生医新创的团队 有一个具体的续航力 是 在类似这样子的发展的契机当中 朱医师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些 已经出具一个规模的一些案例吗 我这边举出两个例子 还蛮有趣的 那第一个例子是由医疗到产业 那第二个例子就是由产业到医疗 那第一个例子的时候 我们大概就可以以中国医大 所衍生出来的长家智能 他们就是跟微软合作 来进行一些智慧病例 护理记录的一些优化 用来节省我们医疗的人力 而做得非常非常的一个成功 那第二个案例 也就是从产业到医疗 我们可以知道 仁宝跟新北市政府 以BOT的方式合作瑞芳医院 那在这个案例里面 仁宝可以将他的一些 这Meditag的一个装置 有了一个非常好 一个场域实施的一个机会 并且在这个案子里面 仁宝也会跟医疗机构 长照机构 共创一个美好的未来 是 最后我也想请教一下 其实当前我们刚才一开始有提到 当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之一 肯定就是通膨跟全球 这个不稳定的脆弱的环境 在这个同时 我们如果要追求医疗产业 持续去创新发展的话 Syni 我们KPMG要如何去协助企业 评估整个财务 然后整个商业的模式 去建立一个策略 确实 因为台湾的 刚刚有讲到说 台湾的市场比较小 而且我们也是中小企业去居多 但是台湾的生技产业 都充满了活力 所以我们都会希望透过这个 媒合的方式 然后我们鼓励这些中小企业 多参加一些 不管是比赛或是展览 然后可以跟这个大企业去做串联 去做结合 然后可以打造一个整个 这个国外的生意产业的生态圈 然后打开国际市场 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模式 来协助这些中小企业 或者是生计团队 来建造一个体质 就是本来就是体质很佳 而且可以专注在本业的 这一块的这个生计团队 然后我们也协助他们持续在 不管是在内控 或者是制度上面 持续的耕耘 建制比较完整的 不管是资金流 人财流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税务规划 具备完整的这个管理的体质 所以才可以未来有利于他们的发展 而且是跟这些国际厂商谈并购 或者是合作 是 Carson您刚才在介绍 整个智慧医疗的 全球发展的趋势的时候 其实对于模式这件事情 也有很仔细的介绍 所以如何去建立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您有什么样 在智慧医疗方面的一些建议呢 我觉得echo一下 这个刚刚Sini的一个说法了 其实生态圈的建构了 因为现在可能有资金的有资金 那有想法的可能没钱 那另外就是即使有资金有想法 他不知道如何正轨化 然后去把这个模式建立 因为通常一开始的这些想法 都只有发想的阶段 你要多到成熟 那就跟刚刚Pieter你问我的问题 跟商模有关系 那商模的建立呢 可能不仅只是赚钱而已 因为这样的一个研发跟一个创新 可能要一段时间 所以这段商模要兼顾的应该是不只是你成熟后的获利状况 还有你在发展阶段怎么样去管理资金 分配资金 甚至能够阶段性的让你的相关的投资人或生态圈的伙伴们能够知道这个研发技术的成长跟成熟 那所以我想回答你 简要回答你的问题 就是商模必须要能够有变化性的 而且是从短期到长期 短期并不是以获利为目标 而是以健全这样的一个发展为目的 但是等到这样的一个技术能够成熟之后 就要让所有的生态圈参与 而且能够分享这样的利润 而且能够安得在监理下面 就像Sini刚刚提到 像是内控或是各国的法规规定等等 是 我们看到医疗产业有许多发展的契机 不过在接轨产业或者是接轨资本市场 甚至是强化自身体质上面 在后疫情时代面对这么复杂这么多变的环境 确实整个医疗产业要走向智慧化 还有非常多值得发展的地方 那我相信今天前来节目的三位专家 能够透过一个不同的视角 给医疗产业更多发展的建议 特别是像台湾 有这么多好的ICT的产业 可以作为盟友的时候 其实是非常好的 今天非常谢谢Sini 谢谢Carson和Jerry三位专家 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Sini 谢谢 谢谢大家 也谢谢Carson 谢谢 谢谢苏医师Jerry 谢谢大家 KPMG知识音浪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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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